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Woodie,好笑的影片 今天就讲一下Terminator Zero 一部Netflix的专属动画 一开始,他就讲到 回归原点,讲到大一大 其实这个感觉就是看完八集 雷声大雨点小 最主要他的故事 其实我自己觉得左抄右抄 而且他最重要的回归原点 又是不外遇事 解释一下,为什么会不外遇事 本身他讲到很厉害 就是回归原点,Terminator Zero 就要讲Terminator One 其实亚洛本身不是主角 亚洛拍完大力士在纽约 拍完霸王神剑 他就去试镜Terminator One角色 试镜Kyle Ries 即革命军英雄 由将来回到过去 就去拯救革命军首领 Sean Connor的母亲 谁知最后他自己做的老爸 普遍来说 IMDB给到7分 Rolando给了80%多 但我自己就给到6分 更低,因为没什么新意 原来在尖士金马铃的心里 Terminator 这个概念 是源于去一次1981年的时候 狼马拍摄法高烧 在法高烧里面看到一个机械人 在浴火里面重生 就像Terminator 2 T-88 在大火里面走出来 就给了Terminator 的概念 当然了,有些人都说到 跟George Müller 的 Magmax 有关系 因为未来核战后的世界 Terminator 就是说到 SkyNet 一通天下 去启动了人类核弹 俄国、美国互相补复之下 真是陷求产 这个就是Terminator 未来战士 的背景 有些地方亦做魔鬼终结者 我叫做Terminator 未来战士 所以在詹姆斯的心里面 他本身不是找阿洛 飾演Terminator 贴白白的 他找谁呢? 找瘦 Magmax 的 Aliens 里面 做人做人 Lance Henryson 是瘦 Magmax 的 話说詹姆斯的今晚 Terminator 的起点 其实是一个潜伏型的Cyborg 外表是有人类的肉体 有口气各方面 但内里是机械骨架 但是是机械人 而且因为它是瘦削型的 所以主力是潜入 就不是跟你硬碰的 又过瘾了 但是当他看到阿洛 去试镜的时候 他的内心又一转 其实他看到阿洛的气质 他觉得比阿洛 会见这个机械人更加适合 所以一转就转了气路 要解释一下少少 为什么他会见到阿洛 阿洛呢 就为之一转的 而且阿洛那时是拒绝他的 为什么呢 因为阿洛演出都是英雄 即是霸王神剑 大力士在纽约 全部都是英雄角色 你现在突然间叫他做奸角 阿洛不肯 其实我也要说一下 阿洛的死忠 阿洛也是一个传奇人物 因为你很少有演员受过军 他在奥地利受过军 专责是拿坦克的 如果想知道他的详情 就看我之前的影片 试过偷一些奥地利军营 去德国参加青年组健身比赛 当然了 他是拿了冠军 但是你回去奥地利的时候 被人罚得飞气 当然知道他光中耀祖的时候 罚少些 他有个别名 就是奥地利将士 就算你不要看他小小 他长大成人的时候 非常之科 非常之大 他的传奇故事就是 他赢过五届的宇宙先生 以及七届的奥林匹克先生 果实是一个小小的果实 冲出奥地利 去到英国比赛 然后再去美国 在美国落地山根 所以他在美国里面 追随这个American Dream 他觉得做演员可以成名 可以发达 他自己又继续进修理财有道 Anyway 所以当他试镜的时候 那时他的影视事业 都不是如一方中 但是T1 Terminator 1 是帮了一把 占士今晚能见到他的气质 就算他不如你做未来战士 T88 奸角 不用说话 很少的 Saracana Saracana Yes Saracana 他就立刻抽槍出来 就立刻射了 没什么可以说 但是特别就是 阿洛不肯的 但是 占士今晚能就碎他 所以慢慢 就从占士今晚能 老中的原点 就是由一个受伤 潜入型的Terminator 就变成了一个很forcer 人见人害的未来杀手 他遇着和你对着缸 硬碰硬的 你怎么吐他都不会垂下 直至追到你天难海角 都要堆砍你为止 这个就是转了气炉 大家都猜不到的 就是这套电影 造就了一代的传奇 就是Terminator 令到阿洛 步入国际舞台 因为之前的大力士在纽约 又或者霸王神剑 都是未得到全世界廣泛的注视 但Terminator不同了 就是因为这套经典 有一个占士今晚的导演 有好的剧本 再加上一个经典角色 阿洛 真是好棒 I will be back 这些也是经典中的经典 I will be back 那因缘祭会之下 Kyle Reese 就给了Michael Bean 飾演 Alienz也有 阿洛飾演T-800 原来本身飾演T-800 演员Lance Harrison 他就变成了一个小角色 就是做了一个猜猜 当然Alienz 给他多些气氛 就做人做人 但是大家都没想过 这个角色一转的时候 整个故事的气路都不同了 因为跟你硬碰硬 本身他的外形就是强行 硬朗的 就送你对着干了 是很精彩的 T-1 所以当你说Terminator Zero 说到回归 《占士金马伦》心中的初稿 初心的时候 原点 我有很高期望 说真的 8集里面 我看了1、2集 其实他都有新元素 我自己觉得都OK 比如你说动作来说 动作我觉得都精彩 尤其是在Terminator追逐的时候 追逐女主角 女主角有些动作 吊着威也环玫 360度 那些动作是漂亮的 另一方面 有些新元素就是什么呢 他说到原来 AI中也有另一个AI 可能当是东西 那样 除了SkyNet 日本也有一个叫Cocoro AI 我觉得都是一些新的尝试 另一方面 他也有一些探讨位 他想令内容更加丰富 更加有哲学性 可能说到机械人的定位 什么叫机械人呢 他在里面说到的 原来那个字根的意思 即是奴隶 我觉得他这样的意思很好 他不说我真的不知道 还有机械人的角色是什么呢 第1、2集里面 他给你一些反思 机械人是纯粹一个保姆 机械人是纯粹一个好像机械护士 还是机械人好像宠物 其实意义是不同的 你宠物可能建立感情 但如果你纯粹一些工具人的角色 你不会建立感情的 主角一开四 有Malcolm爸爸和三个子女 多了一个亲情家庭 但有日本人的角色味 一般的 那究竟机械人是什么呢 是不是一个奴隶呢 还有老生常谈的话题 Man is it worth saving 人类是否值得拯救呢 要看人类历史 不断有战争 你所发明的东西 其实都是为了战争的 其实现在的互联网 其实本身是军事用途的 可能你的手提电话 本身都是军事用途的 但慢慢传到民间的时候 才变成民用 但本身很多东西都是军用的 军方开发先的 那你的题目 一直都是老生常谈 特别在T2第二集里面 即是我们的Path has not been set We can change our path 我们的路途是未被定实的 你可以仍然改变你的未来 他都会有探讨到的 但问题是什么 这个感觉就是 左抄右抄 譬如你说 机械保母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TV episode 都有说到 俄国的又有 美国的电视连续剧都有 那如果你现在 去到Terminator Zero的时候 你说 回归原点 有机械保母 那有什么新意呢 有什么思考点 我又不觉得 刚才我说到 左抄右抄 譬如机械保母 人家电视连续剧都有 无论美娥都有 另外就是 你其实都是抄T1 T2 里面有些经典画面 譬如T2里面 Terminator T1000 液态金属 他又乘过警车 来追杀主角 又乘过交通警的电单车 来追杀主角 那现在你卡片都有 然后呢 再混合T1里面 杀入警署 又是这样 那有什么特别呢 坦白说 你给了我觉得 不是致不致敬 那样 直接是你左抄右抄 就是左拼右抄之下 去结集成一个动画 我觉得是差很远的 有些师兄的影评 就会觉得 因为可能IG production 他觉得有Renaissance 那种感觉 就是Matrix的动画 他都说到Matrix的起源 但我自己的角度就是 Matrix起源 上下集合了20分钟 说完所有东西 超龙叔又精彩又快趣 说到那时候 机械人如何兴起 然后最后机械人叛变 本身呢 机械人想和人类和好 猜败一男一女的角色 在联合国里面 打算以和 但那时候人类一意孤行 是要殲灭机械人 所以最后Matrix就决定 和人类对着干 就开始殲灭战了 最后就是做了Matrix第一集 所有人类 全流下来的 要不你可以在 人类的地下城市里 久言残喘 其实他给你在那里 他知道你在那里 他不杀你住 另外大部分的人类 做了是人类电心 就是这样 Matrix Renaissance 两部分的 很短的 但是精彩 快脆 但是你现在拖做8集 我回来觉得 左拼右臭 还有 是炒了一碟 炒得来 我觉得不是那么好吃 真的雷星大雨 怎么少 差很远 那他除了抄机械保姆 你也是抄T1 T2 T4 也有 例如说 未来世界里面 人类如何去对付 Terminator 他在卡通片里面都有 T5 也有少少的 女主角都是要脱衣 才进入到 时光机里面 只要生物组织 才可以产生生 这个生物的电磁场 所谓衣服 是不能穿越时光的 机器人都要包着肉体 才可以穿越时空 所以他就要脱衣 这是其中一个解释 所以你只不过是由 Terminator 不同的系列里面 左抄右抄 而且你所反省的 又不是真的很有哲理 很有意思 当然你会说到是被造和创造的方面 但是这些根本就是 除了老生常谈之外 你不可以一针见血 又或者你不可以有一些 记忆回忆点 没有一些很印象深刻的画面 当然去到第8集的时候 他有一些反转位的 但是我觉得都是属于OK 而已 未是另外留下深刻的印象 整个Terminator Zero 其实是可有可无的 真是 他独立了出来 因为他说到Skylet 里面 除了日本 未攻占到 为什么 因为有Kokoro 另一个AI 顶着 日本的AI Kokoro 也有他的谋算 就是这样 在这个故事里面 在日本背景里面 他也有他的时空旅行 他也有不同的人 回到过去 拯救未来 等等 故事展开 还有一个东西 抄是什么呢 抄iRobot iRobot 精彩就是有机器人法则 第一 你不可以伤害人类 我怎么都要保护人类 然后 iRobot 就很精彩地解释 AI 可以超越了三个机器人法则 他觉得人类伤害自己的时候 他就要出手保护你 保护你 保护你又如何 拿走你自由 甚至可以残害某些人 iRobot 已经是猪肉在前的时候 你硬去抄抄这些画面 输 然后你还有很多 和AI对话 其实我觉得 太长了 太多了 由第六第七 第八集 都差不多不断 都有这样的对话 你又不是精警 又不是充满哲理 我就是觉得烦 越看越满 所以我觉得 八集里面最精彩 可能就是第一 二集 刚才我说的动作很漂亮 和Terminator 杀入去人类残存的地堡 以前Terminator 1 Terminator 2 可能这些画面都是一信即逝 今次 就拉长一点 暴力一点 血腥一点 让你看到 Terminator 如何双枪 重炮 贯穿所有 血洗 人类残存的地堡 就是这样 但是 意思来说 第一 吹到是否可以回归到未来战事 原点呢 不行 这个原点 根本变得可有可无 原来你日本是独立了的 其他地方都是被Skylet控制 日本没事 我觉得 嗯 即是有些 哪个 是啊 而且你现在又说Terminator 是潜入的 那怎么知道你又是抄到 跟Terminator 1 2 一样都是跟你 明刀明槍跟你死过的时候 没什么特别 怎么回归原点呢 骗我的 我可能想着有什么特别的潜入 原来跟你聊天 整个过程里面 得到你信任之后 原来他是害你的 是机下人 那才有那个潜入 那才有一个回归原点 就是 詹姆斯金曼伦心里面的想法 原来最初的T-800是受什么 潜入的 那 完全不是 你都是一个阿洛 那你何苦做个ZERO 所以总括而言 之前呢 刚才也说了 真是雷星大雨点少 他所说的 说回归原点 我看不到 原点就是 应该T-800是潜入的 和受伤的 但最后你又不是受伤的 还有 你都是 跟主角对着个案 明刀明枪的时候 那没意思的 他又玩到自己 修复手臂 又再加个基人头 但这些都不会留下 深刻印象的 我只是觉得 左臭右拼 还有很多的对话 我又不觉得 有充满哲理和反思 说实际 Ghost in the Shell 已经一早玩了 人类的灵魂 人类的价值 你运动 那你的 我的 尅满 你也是I ROBERT enemyWill Smith 一早已和AI对话了 所以你说 新意来 structured 我觉得是 amplified 还有左抽右抽 非常恰 Turk 如果您有 좋아하는 你喜欢上海的分享 请赞订阅 那么上海 还有取但 谢谢各位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